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从2009年的时候开始 我们就开始研发这种仿生人形机器人 那么我们做的这个仿生人形机器人呢 其实是最复杂的一类机器人的产品 那么它集成了几乎所有的机器人的技术 包括了机器人的仿生皮肤 机械结构 自动控制 以及它的智慧的大脑 就是我们的大模型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这种机器人作为一个对外展示的一个终端 或者说我们叫大模型 接触人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终端 把它应用到了很多的服务场景内 5号 同时四伙道 continued 自动控制 机器人的生生 可以 我们有自己的软件团队算法团队 那么从算法上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侧重于跟机器人做结合的这部分的AI 因为有很多基础的模型 基础的算法实际上是一个通用的 开源的大家都在使用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的程序 那么我们做的更多的侧重于 怎么让它能够对表情对情绪进行识别和表达 然后怎么去进行多模态的 就是像人一样有各种各样感知能力的这些数据的融合和分析 所以我们的AI侧重的是情绪的情感的交互 因为我们人在做表情的时候 面部可能是有很多的这种特征点来构成的 特征点的移动形成了我们的这些微表情 那么我们把这些特征点转化为面部的自由度 这些自由度都是由我们的面部的电机来进行驱动的 所以我们在做它的面部的控制的时候 一个是在硬件上 我们要把电机尽可能的做的小形化 然后能够通过我们的机械结构的空间的设计 在人点这么一个很小的空间内 集成这么多的可动的电机 我们的电机能够通过我们的电机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开发一个机器人的操作系统 就是这个操作系统是用来驱动硬件的 同时也跟我们的大模型做结合 因为有了这样的操作系统的存在 大模型输出的这种情感的情绪的结果 可以表现在我们机器人的硬件上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大模型的部分了 我们做的这种多模态的 加上了情感表达的这样的大模型 那么它能够感知周围的环境 做出正确的表情的反馈 那么同时呢 它的这个表情是可以自动生成的 这个表情也可以自动生成的 教aj人的拾残出来 2201号 4265 este Training 心理咨询和健康当然是未来的一个场景 我们现在也在做相关的一些研究 比如说一些情绪疾病 心理疾病的辅助治疗和初筛诊断 那么另外我觉得其实情感交互 更多的应用场景还是在一些服务领域 比如说面向儿童 那么孩子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这个情感的交流 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希望他的老师 他的玩伴 那么他的这个辅助教学的这种教具 能够跟他有情感的交流 那么老人也是这样 其实老人呢在情感上他也有明显的这个需求 那么特别是这个独居的老人 其实很需要这种有情感交流的这个硬件出现 我试炼了该怎么办呢 你今年几岁了 他在商业领域的这种应用也是可以复制的 像我刚才说的酒店的前台 然后公共行政服务中心的这个接待员 然后还有很多的工作 他其实人型机器人都可以胜任 那么另外呢走到千家万户 他一定是最大量的一个需求 那么我们也认为 每一个人将来家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个人型机器人 为他服务甚至是不止一个 那么这样的一个大量的需求 2C的需求出现之后 那么这就是这个行业大爆发的时候 这就是这个行业大爆发的时候 这就是这个行业大爆发的时候 直接说进去